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禁區666 歡迎大家收聽禁區666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阿闊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大王 其實今天這一集沒什麼特別的 我想問一下沒有特別的意思 今天我們是 其實我們的SickTune很是陰森 又不是陰森是神秘是緊張 突然之間我們把神秘的氣氛一下掃走 沒錯 好像新年流流第一 年初一馬上唱粗口歌 將大家新年的喜喜揚揚的感覺一掃而空 因為始終是說一些比較陰沉或陰謀論的故事 既然今天那麼適合日子 不如就跟大家說今天是沒有話說的 那我們的節目是怎樣 同些觀眾掛單說 我們有五分鐘播放了 不要說我們沒有出街 各位聽眾放心 我是不會這樣對你們 沒錯 因為純粹阿闊就說 今天來過有一點點眼粉 想搞個gap才開始 放心 現在是醒神 因為我拿著摺椅子看著他 其實他都知道要說 不好意思 其實我有主題 今天我們就想說一些抽象些少的東西 也是叫做平衡宇宙 但是其實這個概念大家都清楚了 再延伸下去是一個很神秘 也是很複雜的物理學的概念 如果我們把那些很複雜的東西都說出來 我猜其實五分鐘播放就不是我照妹妹說播放 是大家因為覺得我們不知道在說什麼 或者嫌悶 到時要關掉我們回頭五分鐘 對呀 關機就沒問題 所以今天就來個深入淺出 就先講個入門級 最簡單的方法是了解何是平衡宇宙 我們再講完概念 之後就拿一些例子出來講 例子就是 什麼例子 絕對不是我們兩個入了平衡時空 暫時不可能 沒錯 阿闊不如先介紹一下平衡這個概念 好呀 其實大家可能有些慶重都知道是因為什麼概念 我嘗試從一個簡單的角度去講一下 其實這個學說是怎麼來的呢 原來早在1895年的時候 有一個美國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叫 威廉·詹姆士 應該就是William James 是的 哲學家 其實這是一個物理學裡面還未證實的假說 或者是一個設想 或者可以這樣說 用現階段的科技沒有辦法證實 應該是說 是的 那它說到什麼呢 就是 形容回一個人 或者一件事 在一個不同的過程和不同的決定 而延伸或者導致的結果 其實是存在在不同的平衡宇宙裡面 簡單來說就是什麼呢 例如現在這一刻 你的決定 或者簡單來說 你做A這件事 跑步 那你在這個 時空一就是跑步了 那當你如果 跑完步之後 你想回去 你剛才未開始跑步的時間裡面 你選擇做B釣魚 而這個理論就會告訴你 你現在這一刻 去釣魚 之後那個結局 或者之後那個時空 就會在另一條 時間裡面 而你就會身處在另一個 乳宇宙裡面 就是說 有兩條路 你本身是在跑步的 那就是跑步 當你回去的時候 A那個時空 沒錯 你不是在跑步 但是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 只不過是沒有了跑步 而在B的時間裡面 就在釣魚 一直在釣魚 一直在釣魚 我想起來有點像電腦遊戲 特別是以前的文字遊戲 類似RPG 或者混淆遊戲 那些 經常整個選項問你 約不約那個女生去街 或者打不打爆 魔王 其實他本身結局的那兩塊東西 都是在碟裡面寫好 看你選擇哪一個選項 就會去哪一個結局 開哪一個結局出來給你看 對 其實好像兩邊本身是存在的 不過就看你怎麼走 就會進去哪一個時空 好像是 對 就是這些 對 這個概念有些像 沒錯 所以你看到家裡的遊戲光碟的時候 你就知道 內裡已經藏有一個平衡的宇宙 就在直點裡面 對 或者說一下為什麼他會有這個理論出來 其實就是 說的是時空旅程或時空旅行這件事情 可能很多人類都很嚮往的 因為可能有時候 你做出一些錯誤的決定 或者某個時光你覺得很不如意 總會有一刻你就會覺得 總之就是這樣 就不要這樣做 或者有機會一定回到以前去改變一下 有些前輩教落 其實歷史或者人生 就是由一連串的遺憾所組成 那人總是想 我能不能人生沒有什麼遺憾 但是 其實沒什麼可能 唯一是幻想 如果那天我不做那件事 你說多好呢 所以每個人都會想有時空旅行 對 爆出這個時空旅行的概念 其實會不會我這一代人看得多 多了也夢多 所以又受了時光機影響 可能也不奇怪 說真的 這個就是最基本 大家都會潛意識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時空旅行的載具 交通工具 小時候考試考得不好 就想 如果我打時光機 回去昨天 通水給自己 我不是回去促自己賺書 我是想回去通水給自己 這樣就好像解決了這件事 對 變成了時空旅行 這件事就是 每個人都很嚮往 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現在 我剛才說的理論 為什麼不能證實 因為真的沒有時光機出現 沒錯 可能在不知道什麼國家 什麼機密流程裡面 已經弄在這裏 說明的機密 我們當然不知道 已經沒有辦法了 對 也說回 為什麼會有這個理論 就是想解決時空旅行 經常看到的潑論 是 嘗試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 我記得以前的獨橋 也有說到 就是 當你 或者一個人 某人 拿著一支槍 對著一個時光門 或者時光隧道 而這個隧道 通往的地方 就是你 背後 對 當你去 抬雞的時候 射一槍出去 它是會打中你 可能五秒 或者 五分之一秒 之後的你自己 那你死了 那 你自己開槍 打你自己的動作 還存不存在呢 而這個 就是 一直以來 時光旅行 單向的規限 解釋不到 在物理學上 解釋不到 矛盾的位置 對 因為大家就是 假設 剛才我們說過 平衡宇宙這件事 平衡宇宙這個概念 就像阿闊這樣說 就是 一個新的概念 想解決時光旅行 剛才說的矛盾 因為 除了這個 說一個 時光的蟲動 指間打中自己 其實 另外一個概念 都是上網也好 很多學術的人 都會這樣說 就是 叫做 祖父撥倫 他搞笑什麼 叫做阿爺 阿爺撥倫 總之就是 祖父撥倫 不開玩笑 這個撥倫 都很簡單易明 就是 假設 我可以時光旅行 假設我回去 而我就是 喪心病狂 還要是一個 不孝的子孫 我堆壞了我爺 然後發覺 不是 我堆壞了我爺 理論上 沒有我爺 就生不了我爸爸 我爸爸就不會生過我 即是說我會消失了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部電影 好像《Battery the Future》 回到未來 主角就是回到他媽媽 年輕的時候 就不小心溝回自己媽媽 就搞到 時光混亂了 搞到自己會消失 剛才說的一件事就是 我堆壞了我爺 我會消失 但我消失了之後 最神奇就是 那誰回去堆壞我爺 我爺 我爺就沒有事 我爺就沒有事 即是說我會出生 我會出生 我又回到家沒有爺 我爺 總之一個循環 就是一個矛盾 大家不知道會是怎樣的 可能有人會 再想得 再瘋狂一點 瘋狂一點 就會想 會不會其實時光本身 就像監獄一樣 一個圈不斷循環 大家就在這個循環的圈裏面 不斷生活 不斷出生 不斷死 不斷消失 再出生 這個就再瘋狂一點的想法 就不是今天先說 所以就是 爲什麽會有平衡宇宙去解釋 這一種單向的 時空旅行裏面的撥論 他就是強調 你在過去的決定 的而確是影響你之後 那個發展的走向 而他平衡時空強調的事情 就是說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其實你不會影響到 你本身 你本身原置你那條時光 因為你做任何事情之後 都會走一條新的路出來 即是打機選了Ending B Ending B 可以這樣說 是的 你在那一刻決定了 你就會影響到未來的發展 即是 好像還原基本步 就是經常都說 命運就是在你手 是的 你的未來是怎樣 就是你去決定 即是平衡時空 即是平衡時空 其實有這件事 在裡面 即是有一點點是覺得 你無時無刻 影響著你自己的未來 其實音樂是一個積極一點的觀點 其實是更加合理的 我覺得會是 是的 因為有時候 在那些 即是說時光旅行那些電影 那些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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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是無法改變任何事情 即是所有事情都要整定 那人是沒有了努力的動力 那如果沒有了這件事 那大家已經可以全都離開了 我會覺得很灰 所以剛才 從哲學小說來講 好像帶給人 有一個去努力 去生活的 一個 可以說是欲望 或者追求 其實很多電影都有說到這件事 例如你剛才提到的 《Back to the Future》也有說這件事 不過它就不是平衡時空 如果用今天的看法來講 即是比較單向 傳統時光旅行 當然它沒有說過主角消失之後會怎樣 因為作者也想不到 如果用剛才那個吊詭的說法 其實就沒有辦法寫下去 其實Termal Later好像是這樣的概念 就回去追求John Connor 是啊 就是自己的未來 是不是未來還是兒子 即是派過Termal Later去保護兒子 還是老爸 未來的自己 未來的自己 好像是 John長大了在John Connor 好像是未來的自己 回去保護他爸爸 不知道是保護他媽媽 保護他媽媽嗎 不要緊 總之就壓下去了 最後就說 沒有 我不可以影響時空的 我發的晶片 這樣就自己融化了自己 那當然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我就想 阿樂回來打了 你的影響都不會 保護他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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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知道自己媽媽 追求了他 是不是追求了自己的媽媽 又回到他的未來 原來那些鬼佬喜歡追求自己的媽媽 那個亂母 然後變了出來的 就是未來的自己 這個也是很亂 因為那時候的概念 又不是未發展 但好像沒有現在發展的那麼完善 他那一刻是說服到你是解通的 但現在說你是說不回來 總之就是這些概念 因為你如果說回很多電影都會玩這件事 剛才說《Battle of Future》 《Terminator》 你再說下去 甚至乎 最家傳胡曉的一樣東西 《Doraemon》 他其實偏向平衡時空多 他其實好像TV版 他TV版就好像是 在做一件事 就是剛才說時間旅行 因為《Doraemon》其實是未來的 就是大熊的孫小熊 丁方很疼小熊 我想小熊過了幾個好幾個生活 那就回去以前 就想改變他的爺 叫他的爺生性 然後讓那個孫小熊有幾個好日子 其實這個不是平衡時空 而是單向的時間理論 但是到了一些電影版 大家查一下 大家會知道 好像沒有記錯 應該是魔界大冒險 其實他前半就是說 叮噹和大熊 無緣無故在一個雜物櫃裡找到 一個石像和自己摸一樣 最後才發現 那個石像真的是自己來 在未來的自己 不知如何弄一弄一弄 就變成了一個石像 總之有這樣的事 而他們兩個就是要回去 改變這件事 變成了這個 他好像這樣 是去到另一個時空 其實感覺上是平衡時空 所以可能裡面都包含了兩套理論 當然好戲 因為我看完也有看過 就是有看過是模糊的 所以剛才就是 如果是多啦A夢粉絲 就不好意思 因為我知道有幾個主持 是多啦A夢粉絲 也有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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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Source Code 不知叫做圓圓罪馬還是罪圓馬 是不是好像香港譯什麼 危機解蜜 那一陣子剛剛在流行 阿桑橋 遺機解蜜那一陣子 所以他譯了這個名字 總之沒有看過的 都不好意思 要劇透了 總之說 他講述一個未來的時候 有一個科技 就說 某個人可以 利用一些高科技 將精神 傳到某一個特定時空裏面 嘗試去改變那件事情的發生 總之那部劇情 就不說了 這裏最尾就是 本身那個很強勁的精神 是一個殘體裏面 怎麼說呢 一個身體 沒有手沒有腳 但他還沒死的 只剩下頭和身體 就是因為他在時間旅行裏面 改變了歷史 或者改變了某些事情 他的精神 透過機器 就轉移到另一個平行時空 那他怎樣去解釋這個現象呢 就是說 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那個精神其實是 面目A 但當他在某一個鏡頭的時候 其實他的倒影反映 其實他是面目B 即是說他 他本身要營救那批人 面目B已經死了 或者是不見了 取而代之就是 他的靈魂A繼續生存下去 即是他進去代替了另一個人的存在 對 因為他現在就是 要自己的靈魂去拯救這段歷史 嘗試去改變 他的而出改變了 但是不代表他這個驅學是還原的 他這個驅學仍然是 一個殘體 對 一個殘體 他的電影就是這樣說 當這個人的靈魂 經過那部機器 轉移到另一個時空裡面的時候 當時空B 其實時空A的驅學 仍然是一直在走動 他有他的機能 有他的生理上的機能 他的心仍然跳 他的腦仍然走動 但是他的靈魂已經沒有了 變成植物人 對 變成植物人 其實感覺上是兩個宇宙 沒錯 他就是靈魂去到另一個宇宙 然後在那個宇宙 有一個Good Ending繼續下去 沒錯 而他因為這樣 那EndingA 即是A時空也擺明是Band Ending 他沒有不理會那邊 我去B那邊玩 B就是Happy 他就是B那邊Happy 算了 A那邊有他就不玩了 就是這樣 就是和一些人打遊戲的原理一樣 Band Ending Low safe再玩過 那樣東西 他這個就叫做高深一點的 但如果有一個顯淺一點的版本 就是近期的X-Men 不知道第三集還是第幾集 總之最新的那一集 什麼未來同盟戰那一集 再新一點 最新的 未來同盟戰 好像是 狼人回到以前 我只看完這個故事簡介 我就覺得有一點 好像將前幾集的東西推翻 所以又不是很想看 他就是怎樣推翻 他就是用狼人的靈魂 回到過去 又是做了某些決定 或者做了系列的行為之後 的確是改變了整套歷史 改變了頭幾集的東西 對 他根本想重新運錢 其實Marvel是 對 對 然後傳到雷射眼 又死了 靈鳥又死了 X教授又死了 那就不用玩了 但是他是吊詭的 他真的 那個平衡宇宙B那裡 所有人都回來 但是 那個B裡面 其實那個X教授 是知道他 由 舊的未來過去找他 然後改變未來 但是這個算不算是Bug 不算Bug 這個是巧妙之處 其實他的巧妙在哪裡 其實 因為我沒有看 其實我 講的是 這一套新的 新的集 就是講的是 所有X-Men 在未來的時候 都在受到一些很高科技 被人追殺 這個我知道 所以 忠童間 就合力 去 嘗試傳一個人 回到過去 去改變歷史 而他成功改變完之後 當然 狼人 回去過去的時候 是說服了 年輕的X教授 和年輕的慈敵王 他的確是做到這個 而他那時候 就是 說服了 舊那個 年輕的X教授 就是 相信他是未來來的 嗯 因為不知道 做一些行串 證明自己是屬於未來來的 這樣才算 好了 當他延展到B 這個時空的時候 或者他醒回來 叫做恢復回來 或者醒回來 B的時候 其實他現在那個 申訴那個時空 都是 跟A是差不多 一樣的 你當是2014年 你當吧 是 而他開門 全部人都在那裡 全部人都在那裡 其他人都在那裡 之外 那個X教授也說 咦 盧根 你不用教書嗎 然後他說 我剛剛睡醒而已 然後X教授就說 咦 你睡了多久 我剛剛睡醒而已 你對上 見過的時候 是多久之前 大概是30年前 然後X教授的眼神就看著 看來我有很多話想跟你說 你也有很多話想跟你說 因為X教授 他過去年輕的時候 就見過這個狼人 是啊 是啊 即是說他那個時空 是不是平衡落 有可能 他是沉睡了一段時間 你當是狼人 或者是 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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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B的歷史 他所接觸的狼人 已經是不同了 或者怎樣 總之現在他新的時空裏面 看到那個狼人 就是從A那邊 做完事 直到B 這樣 其實這樣說 有沒有可能狼人 成功令到B那邊 就是今集電影 一開門全部都很開心 但是A那邊 可能還在被人追殺 按照我今天的說法 不是的 按照你今天說的說法 A那邊 永遠不會發生 被人追殺 因為他已經成功改變了 即是他把A那邊的歷史毀滅了 是的 但是他有一幕是很巧妙的 就是當狼人改變完 或者說服了 那些事情的時候 他那一幕好像 那些非歐 全部人都消失了 什麼都沒有了 那些壞人都沒有了 但是場景都在那裡 現實環境在那裡 世界在走 但是什麼都沒有了 如果這樣說 他會不會是平衡 而是時間旅行 傳統那種 一個直線式的時空 因為成功改變了 其實沒有衝突的 因為A那邊 我在這裡 回到以前 改變了某些事情 我自然轉移去B 在說平衡宇宙 因為平衡宇宙 就是轉移這個原理 你這裡原點的時候 你已經改變了 那些事情 你什麼都沒有 那些事情就什麼都沒有了 即是那些事情已經是 刺激了 對 刺激了 不會發生了那些人歸時 或者是那些人都在那裡 只不過他不會在某年某月某日 在那個地方出現 被人追殺 可能已經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做不同的事情 那就是Marvel 其實今次 我知道有少少少 off topic 可以說一下 就是Marvel 今次 雖然都明知 他是想重複 這個球技集 然後就再重複 找水 因為大家看到 雷四眼死了 其實很傷心 還要敢死 其實他也下過副工去想一下時空這件事 不過其實講開 反正我們都 因為其實這個理論 大家剛才要聽那個概念 都要介紹 已經知道 反而我們拿了少少少例 因為今次都說明深入淺出 所以拿多些例子出來 大家聊一下 大家一起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講的東西未必對 甚至於學者講的未必對 可能你們聽眾門自己想過一樣 沒錯 更加清楚 我很希望你可以上去我的Facebook 劉國賢 講一下你怎麼想 你上去打Youth Power Radio 就能找到我 因為我近來有Podcast 又有RSS 可能有些朋友未必是在我主頁那裡聽我們 所以說一聲 但是我想講另一個例子 大家知道我是周星馳迷 就是舊的電影 結果我發覺周星馳玩了幾次時空這件事 我就這樣想 可能有其他例子 我隨便想到出來 挖出來 一套是上海灘島城 另一套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歡的作品 甚至乎他人呼聲很高的就是《西留記》兩部曲 《西留記》第一部曲 大家最記憶那樣是《波爺波羅咪》 話說吳空 那時候也只是指著《至尊寶》 那時候想救他的老婆 即是救了那個王蔚 那間王蔚 他一衝進去就發現 咦 智敏死了 然後又開了一波的故事 然後他越跑越快 因為他為什麼每次就趕不及去救他心愛的老婆 因為有吳萬達出現阻礙他 所以他每次就要避開吳萬達 不理吳萬達 只要他越來越不理吳萬達 他就越來越邁向成功 結果他真的差點成功 甚至有一陣子他回去 明知那次失敗的不理 衝過去也蝕心球之分 打吳萬達才去救他老婆 有時候一進去開門就看到他剛剛佔的東西 然後又來過 再出去吧 再波波咪 其實這個 照我今天所說的理論 其實是否算是直線式還是平衡宇宙的東西 最後有沒有改到 最後是神奇的 波波咪被華泰那次 被他逢回到不知幾年前 那時候還不是水廉洞 那如果不算他 即是他逢回到以前的時候 他的確是單向的 因為他可以改變到 單向改變不到 即是你不斷 不斷 不斷 現在說的是 你回到以前的時候 你改變了某些東西 你成功 或者不成功 也好 會做另一件事 會延伸另一件事 如果他依照他現在的故事走勢 其實他是不成功的 不斷在這裏 還是我想的 會不會是 因為他未成功救過他老婆 最重要是因為他是 如果他成功了一次 你才知道會不會有影響 總之就是他改變不到 因為他用了一件事 不知彈回去幾年前 如果彈回去幾年前 但是如果他之後 改變到故事 他便成功去了第二個平行時空 如果他這樣說 應該像平行時空 他彈回去幾年前 就遇到朱因 然後弄了一頓 最後好像有見到他老婆 但是那時候好像已經不認識他 好像說又想結婚 但結果結不醒 因為知道他的心已經不在 已經是喜歡了朱因 其實這樣說下去 好像去了另一個結尾 如果去了另一個結尾 應該算是平行宇宙 已經延伸了第二個故事 所以周星馳的電影 除了後現代之外 也有多少事情可以探討一下 上海灘倒勝 其實純粹是彈回去 其實裡面所說的這件事 他也不是很著脈去說時空這件事 不過裡面有一句對白 大家可以想想 就和我剛才說過阿爺的 吊詭的理論有關 話說 他那個好像是阿爺 就是吳萬達 是那型的 然後他的三叔 就跟他一起彈回去 那叔叔也是吳萬達 那樣子就算了 但是吳萬達的三叔 就做了日本人的走狗 漢奸 然後又捉了他阿爺 他阿爺又被人困住 不知道要把他拒絕 他阿爺很糟 那時候是很搞笑的 吳萬達已經是 甚至乎已經做了肉質 甚至乎 拿了食物給他吃 然後他阿爺很生氣 那句 這個臭小子 你再吵我自己 那時候我會想 咦 如果他黏了自己 他會消失 然後周星馳 還會消失 其實再想下去 就會回到阿爺定律 這個當然不會寫下去 因為這部電影始終都不是說要玩這件事 但是其實大家 看回那部電影 都真的有這件事的成份 可以研究一下 其實是的 當然 我再提一些小小作品 其實《無面超人》近年 是玩平衡時期 玩得很厲害 因為以前 我小時候看的那些 全部是純粹打完一隻怪獸 就完了 或者最後一直打怪獸 最後打那個BOSS 但是現在近年 大家都知道那間公司 要馬上出去 因為你只做過TV版 其實那些公仔又不夠賣 又收少了一段氣非錢 所以其實多數會再做一至兩套 即是支持一套 近年才嚴重的做了兩套劇場版 很有趣 有自己的劇場版 甚至是會寫了一個分支出來 例如以前有3.5 即是叫Fyce那一套 那一套就用電話變身 那一套就用電話變身 劇場版有一點很有趣 他就是寫明說 假設TV版 即是有人從設定版出來 假設TV版 某個《無面超人》是 腰帶還沒弄出來 然後某個人被人堆毀了 他的腰帶被人搶了 回去解了看 變成另外兩條腰帶 故事會變成這樣發展 然後劇場版就是用這個假設 做了一套劇場 其實正傳的電視版 就繼續做 其實這個想起來應該都是平衡宇宙 應該就是 因為他就是做了一個空間 甚至有一套是玩到十周年紀念作 玩到有十個世界 那個主角就是唯一一個人 就是不屬於這十個世界 而他就是不斷穿越這十個世界去旅行 然後就想找自己是哪個世界 這個就有一點像你剛才所說的 那個靈魂抽了出來 在另一個時空的東西 我覺得了一點 還有令我想起 李連傑有一套 叫做《The One》 哪個《The One》 是商場名 不知道中文名叫什麼 什麼鬼 就是說他 唯一 不是 他說他就是 有一個很厲害很厲害的李連傑 在不同的宇宙 就堆壞了自己 然後他剩下 這個電影場所設定的橋段 就打完這個的話 他就會成為最強的 最後一強 叫做 最後一強 即是李連傑打敗了李連傑 之後成為最強的李連傑 沒錯 當然最後的故事當然是Happy Ending 全部李連傑一起BBQ 唯一買兩個 就是一個很奸的 打走所有不同的世界李連傑 之後呢 剩下另一個時空的李連傑 然後這個 當作是現實李連傑 當作是現實李連傑 就打贏了這個奸的那個 Happy Ending 但是他的概念就是 趕下一個人 不斷穿梭不同的時空 去堆壞了自己 因為剛才你再說這個 引伸到另一種平衡宇宙的觀點 這個觀點就簡單很多 跟剛才我們說的一樣 剛才我們說的是 我要做一個決定 才會令我進入去 應該不是進入 是我做一個決定 例如我對不來有沒有阿爺 回到以前之後 那就是會延伸出來 會不會創造多了一個時空出來 但是有一個簡單一點 不是很多小朋友 會想到的學說 就是說 其實會不會這個 所謂平衡時空 就是有四五個地球同時進行的 裡面的人 整個世界都可能是類似 類同相近的 可能會有一點點差別 例如我剛才說 《蒙面千人》平成年 十周年作的《Decat》 裡面其實說過主角 即是遇過朋友 那朋友的姐姐 是第一集死了 他就在A的古街世界 之後他回到另一個 叫阿極陀 就是另一個《蒙面千人》的世界 他就見到他的姐姐 他姐姐也是做警察 但唯一不同 就是他在那個主角 就回到去 就說見那個姐姐 就說我想在這個世界 保護這個不是我姐姐的姐 其實想想 會不會有可能 就是那個世界 其實可能有另一個世界 有另一個阿闊和大王 但是純粹他們兩個 不知道是否認識 或者兩個人是兄弟 或者是世仇 就是這個時刻 可能另一個世界的阿闊 拿一把牛肉刀追斬大王 再另一個世界 可能我們兩個在一起 作奸犯科 這個世界 我們就是在開麥克風 其實這個平衡學說 你自己要怎麼看 不奇怪的 這個好像 這個其實是小小的 又是說 你說了 十個 不如說 你現在 全部給你 如果有一個時空洞 集齊在一起 十個給你一起打球 也可以 但是 又可以有時候 狂想幻想一下 因為始終這些 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的物理學 或者科學 解釋不到 所以就唯有幻想 組織出來 就是大膽假設 看看什麼時候可以 求證到 只是現在這個科技 求證不到 我覺得 可能總有 什麼時候 想通了 其實不奇怪 可能很多個宇宙 或者不知怎樣 那我如果想 有一些科學家 假設他真的有能力 發明一部時光機 如果這個科學家 真的是一個時空旅行 或者平衡宇宙 學說的一個狂熱者 我想這個科學家 如果發明了時光機 他第一件事 應該是回來 對付以前的自己 為什麼 假設我是這個科學家 我發明了時光機 我是這個學說的狂熱者 我就會很想知道 到底是我對付自己之後 這樣會延伸到另一個時空 還是純粹是我消失了 有時候會想 但是你會這樣想 他對付自己 其實他本質上已經消失了 是嗎 他本質上已經消失了 即是應該要不孝點 對付阿瑪或者爸爸 才能撕下去 我想大膽假設是 因為他對付自己 證明不了 因為我自己本身死了 那我在A也是不存在 B也是不存在的 那也是 除非你出發之前 就要跟助手說 好吧 我回去考慮 我考慮誰 我自己 你跟助手說定了 可能助手 有機會證明出來 當然有可能 我是唯一發明了時光機的人 我回去對付自己 如果這個時空 是打直數下去 不是打直數下去 就可能已經混亂了 如果用平衡時空 就可能我已經去到一個 永遠不存在我這個人的時空 然後就自然沒有了時光機 因為沒有了我這個貿易 發明了時光機 其實 再這樣說 就算發明了時光機 又不是那麼容易證實到 好像 是呀 所以 有些劇集就很無聊 或者很強 搞一些時光旅行的GED 就是說什麼呢 我們現在正不妙 看著門口 因為我承諾 我未來有時光機的話 是會回來現在這一刻 開門和我打招呼 我們現在看著門口 1 2 3 4 5 原來沒有人的 證明了我的實驗是失敗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說 邏輯上可能說 可能是未來的我 發明不了時光機 是啊 是不是失敗了 假設我是個狂義博士 我就是發明了時光機 有可能是成功的 可能是剛才阿闊 你不是發明時光機的那個人 那我說完 我又不是發明時光機的那個人 這樣說法 我們說了整集 暫時未有辦法論證 也證實到 然後我們就說 假設發明了時光機 有機會證實到 但是講講一下就發覺 原來發明了時光機 可能也證實不到 其實是的 這個學說也沒辦法 所以到現在都沒有人去解釋得到 如果解釋得到 就沒那麼多電影可以拍出來 解釋得到我們拿諾貝爾獎 也是 那一句吧 我是文科人 我理科 當年就不要提了 你應該不會預算是我這個人發明的 就是這樣 那今天這個 其實平衡宇宙 是還有得再深入一點 不是很學說的去解釋的 都可以再延伸閱讀的 延伸閱讀 但是一延伸下去 就不只是聽眾們要 化到一些心思和精神去聽我們說 是我們兩個首先要再消化深層的那份資料 看看有沒有一天有機會 好啊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還是照舊一句 下集有什麼主題要講 就下集才知道 好 我們待會回去發明一下時光機 不是吧 即是開櫃桶看看有沒有那隻叮噹出來 是的 先開櫃桶看看有沒有那些資料 先做一下 假設 我之前說的 假設有一天無故 櫃桶有隻叮噹轉了出來 你會怎樣 試吧 你會試它嗎 試啊 即是你會用那隻叮噹來研究 都問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 不過你問我都會擔心 即是萬一我試完之後 你怎麼辦呢 我又不想 即是叮噹是魔鬼來的 不是 即是抹在當下想試一下其他東西 即是如果有一天你各位聽眾 你跪下一隻叮噹轉了出來 我會試去徐爾門先 他這個就是把那個時光旅行 縮短到最近距離 因為我一定不會試竹青亭 因為那時候我看過那本 空想科學讀本那本書 他就說如果人帶竹青亭 照計你的想法 即是我不知道 他用當時現有的科技去計 應該就是竹青亭會飛得起 但是會扯掉你的頭皮去飛 是啊 你會重的 那當然了 你說會不會有些重力裝置發明了 你一帶了之後 就將它整個人吸進去的東西 那些未來科技我們不知道 其實那本《空想科學》 其實我們找幾集可以來講一下 是啊 我也可以 我們這樣去聊聊聊聊聊聊 各位聽眾你期待一下 真的要講一下 他有講到星矢那些浮誇的事情 他也講到鹹蛋超人變身 還有鹹蛋超人怎樣跑 還有那個力量 那麽高的力量的時候 究竟那個形象是怎樣的呢 還有最重要的是 唯一是不用科學高應該打鼓計證實到 其實如果高達飛上宇宙開槍 正常是沒有聲音的 因為宇宙是真空的 那怎會這麼多招招聲 噴噴聲 噴噴聲 對嗎 那你還有高達利建基人 每個人都在宇宙開啟動聲音 阿寶我對阿美橋人 正常你開麥克風也不會有人聽到 那當然啦 裡面有些發明就是 飛過聽筒 可以直接傳一些聲音 到人家的部機 所以 其實這些《空想科學》的東西 我想可以找到下集的題目 或者可能下集的題目是什麼 那今集時間真的差不多了 好 我有一個不接觸了 那下集再見 拜拜 那下集再見